跟委员报告 因为管教授当时所涉及的 还有包含 管教授当初你要知道 他是被推荐 他学经历也是 是在教育部和平的过程当中 是在公开讯息 程序过程当中 如果他们大家对于学术伦理的这部分 对达大校长而言 杨校长也是在这个会议场 我想部分朝野委员 强烈的要求杨校长负起责任 杨校长果然也在训任后 负责一个最大的责任 我想我们对于这部分 而且是校务会议 校务会议确实有这个运动过程 请你根据21条 你们来跟我解释清楚 你不要给我扯到伦理委员会去 你先告诉我 这是第21条 治安难行 哪一条治安难行 一日五号都选出校长了 哪一条治安难行 跟委员报告 如果校务会议代表 有三分之一投票通过 才有候选权 那大家如果对于学术伦理 或有关兼职是否有违背 这种高尚值的提议 没有 没有你讲到这几个 没有这里几个校 副长你完全哈拉 我告诉你 能够有一个共识行程 我想管校长上任之后 他才能够有更好的 各位管校长讲部份 教育部现在你到插管阶段 你还要卡管 我告诉你 不要讲到管校长 教育部不会对哪一个当选人 有特别的意见 教育部只有对一些疑议 应该职权的意见 部长你的疑议 我的疑议跟你在做澄清 跟委员报告 今天管教授首次的 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们当时拿下三十五什么意思吗 那么资格在校务会议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重要的一环 我想如果校务会议 临时校务会议 他已经召开 我要问你这个利益回避 因为你临时校务会议的认知 跟我完全是不一样 你读法 你跟我法的认知不一样 我先请你解释利益回避的机制 你教育部为什么人家认为 可以在那个时候 把整个利益回避的机制 弄得更清楚 是你教育部把人家给删除了 你当初删除的理由是什么 你现在才会惹出这么多问题出来啊 确实教育部在核定的过程当中 有关涉及违反学术伦理 伪官隐瞒资讯的 这个并不是在临选委员会过程当中 这些资讯是被充分的了解 那教育部并不是说他一定如何 只是希望学校厘清 那也希望 因为校务会议既有推荐权 为什么让他们来 教育不是有推荐权 但是他并没有实质的审查权 你是否在校 那我问你3月20号 如果校务会议没有结果 你是否又要开所谓的调查小组 再开一次校务会议 跟委员报告吗 3月24号之后呢 结果呢 3月24号之后呢 在学校召开校务会议后 一定会做事法上的处置 事法上的处置 就诚如你告诉我们 临选委员会确定完之后 教育部马上就会厘清乙议 临选委员会开了 厘清了 然后你还是继续下去 所以你对于3月24号 临时校务会议开完之后呢 你又会事法上处置 我已经跟委员报告了 一定会做事法的处置 我不希望台大的这个人事案 在不断地造成学校校园发展上的 没有人希望 没有人希望 我只能提醒校长 卡馆再继续卡下去 教育部就已经到插馆 平临 需要送教护病房的阶段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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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